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 HONDA HR-D 今天剛交車的升級無限科技 最高規的T9的安卓機 那今天呢 他的升級檔車前移 還有前行車記錄器 好 我們走 好 那我們安卓機 他就是吃Wi-Fi熱點的 我們看一下系統 關於設備 安卓8 8.1的 然後這都是我們目前最高規格 4G加64G 目前市售8核心最頂級的 都是以目前這個最高規的 好的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面走 那你現在所看到這個 就管你是在副駕駛座還是駕駛座 基本上他都不會反光 藍牙接聽電話都有 都是基本功能 那導航網都是正版的 他有內建測速的警示 內建測速的警示 所以非常好用 阿 會不會切得跟車子 往下拉 他有亮度 點兩下就可以 就按掉了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再給大家看一下 行車記錄器也是蠻重要 畢竟現在三寶很多 那他行車記錄器是裝我們那個 無線的科技的 那他直接是投影在你的安卓裡面 都可以看 那我們再打個導車協議 這台車今天打導車而已 沒有導車協議也是都在這裡導的 好 那我們再繼續走 那我們也有YouTube 我們看一下YouTube 我們YouTube是用無背景 無廣告的 都可以廣告的 沒有廣告的 所以你就可以一邊看YouTube 又可以看其他的東西 那現在的安卓機他的畫質都非常的好 方向盤快播 這個都支援 這個都支援 放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畫質的部分 到720 好 都輕耶 好 好 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 一連手機 如果車友你是拿iPhone的 那他都可以做 不用接線的Wi-Fi AirPlay 齁 你這iPhone有下午通話就會有 啊他都有步驟齁 好 還有什麼呢 齁 KKBUS用帳號登錄就可以了 Play商店也都有 藍牙電話也都有 齁 車輛的基本設置 齁 這裡都有 來 我們再看一下冷氣的部分 齁 冷氣加碼有 所以這也沒有去應用 來 最後 有些從Google地圖的這邊也有 對 螢幕真的 畫質真的不錯 下面啊 我不是插我的那個在那邊嗎 來 我插 我插我的 你那邊 你那邊 那邊啊 在這邊 大家有看到USB燈口嗎 在這裡 USB 在這邊 好 這就是我們 無線科技 最強大的 安卓機機9